金門的六個離島當中 面積最大的大膽島 生活條件相對好一些 但水電物資還是要節省 為了省水 島上官兵洗澡要走20分鐘 才能抵達大浴室 而至於在旁邊二膽 面積更小 但官兵也得走8分鐘 才有辦法洗澡 好了 立馬過來 這裡是前線中的前線 大膽島 距離大陸只有幾公里遠 戰備訓練當然要扎扎實實 第二五跟我來 在遙遠的外島當兵 很難有長官說來就來 平常跑戰備不是為了督導 而是要保護這個島 站在碼頭邊的制高點 只要有船靠近或離開 都要敲鐘讓島上的人知道 冬天站在這裡吹海風 常常是從頭頂冷到腳底 結束工作下了哨 想洗熱水澡 不少官兵可是得翻山越嶺 官兵們提著水桶 帶著盥洗用具 準備走到浴室去洗澡 但這條路真的有點長 1 2 1 2 3 3 生名路貫穿大膽的南山和北山 長700公尺 把鏡頭拉遠一點來看 官兵想要好好洗個熱水澡 就得從南山通過生名路 才能到達北山的浴室 洗澡到從這邊這樣走過來 是 大概要走多久的時間 大概要走20分鐘左右 20分鐘 就是從宿舍走過來 對 是 那為什麼都要拿臉盆 不是拿臉盆是拿水桶 水桶 水桶是因為他拿得比較 比臉盆方便 要走20分鐘才能到浴室 這是在本島任何一個營區鐵錠 不會發生的事 但大膽卻是天天如此 不是長官用洗澡來練兵 而是島上水資源有限 大浴室就蓋在井水邊 省了空間更能節水 因為洗完就熱了 然後走回來就當作運動 慢慢走回去 也身體還是暖暖 就太好 就走過去的時候比較痛 就一直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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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到那邊 就洗個熱水澡 就只有舒服兩個字可以洗 夏天就是當作 去流個汗運動一下 對 然後在那邊沖沖熱水 再回來就沖沖冷水這樣子 這外人聽起來辛苦的是 島上的阿兵哥 倒是滿能自得其樂的 不過隊長告訴我們 現在已經有計畫 從北山拉管到南山 讓官兵以後洗澡 可以省下體力和時間 有人說金門的外島是烈雨 烈雨的外島是大膽島 大膽島的外島 就是我現在所在的二膽島 在這島上所有的官兵 所有的池河拉撒稅 他們都得要自己想辦法搞定它 二膽和大膽的生活條件 差不多 洗澡這件事 兩個島的命運幾乎相同 最遠的據點走過來的話 大約要8分鐘左右 為了弟兄的著想 都會讓他們穿著長褲外套 跟模擬夾克這樣穿過來 要不然洗完澡 熱呼呼的結果一出來 吹到涼風就感冒了 金門的六個離島水資源都很有限 絕大多數的民生用水 都要靠海水淡化 這是二膽島上的海水集水池 這裡抽上來的海水 還要經過淡化機處置 日夜不停的運轉 海水淡化機一天能產出 近一萬公升的水 不過二膽島上的水 還有相傳正成功發現的神泉 我們一次當成戰備水在使用 如果真的島上的海淡機 壞掉的話 我們就是使用這邊的水 來做官兵的煮熟之後 煮費之後來做官兵的飲用水 外島當兵的生活 條件絕對無法和本島 相比 光是民生用水 就有海水淡化 井水 還有瓶裝礦泉水 就連雨水也要拿來 作為戰備水 罐頭榨菜搭配麵筋 就是拍攝當天的晚餐 在外島的火防冰 腦筋也得夠靈活 因為韻谷如果不正常 就得常常吃罐頭 菜色如果沒有多點變化 吃飯就會少了點幸福感 島上用電也是能省就要省 因為全靠發電機供電 用電太傷怕會跳電 不過為了讓外島官兵 過得好一點 指揮官特地在寒流報到前 把電暖氣送到各個離島 在外島數饅頭的日子 真的比較苦 只是官兵們懂得苦中作樂 也是人生風景中 最特別的一章